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辛苦 我半天都是戒不掉的 我也是过来人 我明白的 但已经戒掉了 你怎样做到的 你看看这个 食物的包装虽然印有卡路里 但那些字小过一毫子 好少人会留意 外国就有一个Instagram的专业 叫做Kalori Brands 还不把包装上的品牌名改图 放大卡路里字样 看完包里食欲大减 但香港卖的食物 成份表会不会与美国不同呢 记者就走了去零食店 实地考察 记者买了四份产品 核对包装上的卡路里 大部分的数字都跟Kalori Brands的一样 例如这条脆条有122大卡 这条朱古力就是250大卡 这一支饮品Kalori Brands写的是110大卡 而我们买到的是112.5大卡 数字都算差不多 但这一桶薯片Kalori Brands 就说是1320大卡 我们按照包装上的营养标签 计算卡路里数字 吃完整桶的话 就会吸收900个大卡 咦 两个数差成420大卡 连网民都发现有偏差 有人说可能是地区的差异 例如西班牙买到的薯片 大概都是846大卡 证明Kalori Brands的标签 对香港人来说未必每一个都准确 不过撇除数字的差距 这一款薯片 六成的卡路里都来自脂肪 吃一桶就已经摄取了 每日所需脂肪的九成 倒是不要吃那么多了 你知道薯片那么高 卡路里还继续吃吗 我自己的Instagram可以 掌嘴船水